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频的观众来观战一把VMP的红夫人,之前看了一下他的红夫人确实打得非常的好 感觉对吧,那个局他已经完全赢不了了,没想到对吧,还是赢了 当然那把的对密码机的一个判断呢,我感觉我有点问题啊 来看一下这局,哎,上来这,呦,这病患也要抓一抓吗 反包过去啊,但这个角度有点问题,可能打不到了 这里排了一圈点,没找到人,来找鸡血师啊 这个位置,他根据刷点判断,这边里面没有人的,外面肯定有 过来,哦,他不是来找这个鸡血师,他是来找小房 我是在想他刚才排点,排了一圈,难道真能想到鸡血师的位置 那这里看,勇哥,一颗球跳,哎呦,可惜了 这个球感觉飞在空中裤裆被滑的的感觉啊 这刀,划的真的有点伤 这刀如果没打中的话,其实追这个杂技风险很高的 现在的话呢,这里闪现有镜子7秒钟以后有,感觉杂技应该牵制不动了 闪现一刀,哇去,你是真地狠 这万一走位上面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立马抬镜子,这个你在一个废墟里面抬镜子 这个人身位上面来讲,他的一个可移动的空间不大呀 傭兵这边来救一波人 这个局,我是觉得这个局穷者不裂的 现在这个击倒的话,傭兵这边看一下,一刀打中了 为什么不裂呢?因为鸡血师往下没被打掉 鸡血师可以很舒服的双修 我们看一下机子,看一下机子 这个节奏就对了,这机器师的节奏就对了嘛 那我觉得这个局,红夫人赢不了了 这个局红夫人真赢不了了 上一局,红夫人她能赢呢 中间的密码机,应该是干扰比较多 但这局的话,说实话,属实干扰的不多 没干扰的太多 杂技这边还溜走了 这一波牵制搏命结束没倒地 我怎么感觉这穷者要赢呢 这波刚才我在给大家分析几早 也没有留意当时杂技的一个走位 为什么会没找到这个杂技呢? 那等于说还要再耗一个镜子 而且这杂技现在上上下串 镜子不带好投 你投个镜子我这边一颗球跳开 然后再往二楼一走 一刀,哎呦 我说的没毛边 投个镜子我这边球一跳开往二楼一走 对吧 那红夫人的镜子准啊 那这镜子出来以后直接开刀的 当时如果说我镜子镜头给到那个杂技 大家就可以看到 就当杂技看到这个红夫人的镜像的时候 其实他跳球已经来不及了 当时我们可以看到 勇哥这边是蓄力子的嘛 那这边应该是病患来救一波 艾斯基也是来救 病患来 这边勾束 然后一个斜角飞 可以直接飞到脸上的 应该是这样子啊 这边在等 不着急 飞 然后直接到脸 拖一拖 一刀打 救下来 杂技手里还有球 这边帮帮扛刀 帮帮扛刀 红夫人前后包夹 一个球跳 拉开 漂亮 还有球 妈 好像没有了 一刀带 哎呦没球了 没球 鸡子够不够 鸡子差了不多 这边细腻 来打我 打我 红夫人这边不为所动 呃 有名的鸡子75 不够不够不够 不够的话 这边要不要直接切传送过去 直接切传送过去秒 一刀没打中 鸡血师 先打一刀是一刀 外面的话 重一起 这边立马重一起 这是很有必要的一件事情 你这边如果但凡 围绕这台秒去打 红夫人再拖出一个传送 红夫人觉得赢了 就差了一口气 就差了一口气 刚才杂技这边如果再有一颗球就好了 再有一颗球就好了 鸡血师操作娃娃应该是给红夫人 就差了一些压力 然后娃娃去修机了 你信不信 娃娃去了去了去了 你看娃娃去了去了 骗一个镜子 漂亮 这个娃娃就是要来骗镜子的 就是骗你镜子的 这波镜子一骗的话 病患这边的机子就安全了 傭兵手里一个护币 如果这个护币能拖到开门站 因为这个机子亮 红夫人传送肯定没好的 估计大概20秒左右 机子要亮了 也就是红夫人还有30秒传送 傭兵如果真的留下这个护币 哇街山摸了快怀表 然后杂技这边 病患这边的机子点完直接去天门 他手里有一个勾爪 哎呦帅呀回忆 可以啊这波 这波拉的真舒服 一刀打 机子点亮了 那这边直接点门25秒 好机械师在脸上 傭兵在脸上 你抬镜子我这边交一个护币 先拖先拖 这个护币 机械师主要在这边 如果两个人全部在大门的话 我觉得傭兵这边还有机会能跳地窖呢 哎红夫人这边来找机械师了 抬镜子找机械师 没想到机械师已经溜走了 传送友传送友 这边传送病患门开了 进去 先走告辞了您嘞 傭兵医院卡着 傭兵医院卡着 穷者保平真身 嗯这波判断机械师的一个位置 没有判断到有点可惜 嗯应该是 本来应该是一个稳稳的平局 现在的话不好说 因为一个有护币 一个有狗爪 这边4秒钟 一个护币先跳 那这边 白表 打 哎呀 可惜了 这个镜子有点有点帅啊 这个镜子 这个镜子真是孤祖一致 改了这边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